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我们常见的三拳组合 一脚踢过去之后 它是不太控制重心的 但是传统武术像宁格报好肩价 就是打拳我也不是单纯的我打 因为对方会防备 你这一拳就没有用了 它是两立对撞 一打是他过来我过去 咱们叫圈锤或者叫对撞力 崩拳 惊炸都是这个意思 那颓发也是这样 因为当你站得稳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反击我 你格挡反击 我就被伤害掉了 但当你站得不稳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反击我 一下子把人就打过来了 所以腿法它也是这个概念 为什么现在练盘统武术的 说好腿不过腰 实际上是好腿不裹腰 这是囚宝龙老师说的 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好腿不裹腰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两个可能搭上手 稍微的一控制对方重心 一腿就直接蹬了下巴壳子上去了 但是这个腿它不是直接的蹬对方 交手的过程中一前轻 这个时候起腿起膝 对方前撞我前撞 所以这个力量就伤害比较大 在推手过程中 那么我一划 这个时候它的重心是往这歪的 往这歪我往这踢 这两个力量对撞 所以传舞的大概就是对撞力 包括咱们之前说过的 行一圈的龙形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大树 他一拉 这个角度他往前撞 我踢他 或者是一顶开 他挪到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踹下去 这种力量 所以都是打一个对撞力 或者是最方最薄弱的一个部位 因此回到这个过去的谚语 叫好腿不过腰或者不裹腰 实际上就是我在踢腿的过程中 我不能被你发现 我上身还是做这个 上身还是大概是正常 你不能 这样别人就会发现你的漏洞 所以其实内加拳有高腿 只不过高腿更多的是 在控制对方的前提下 那为什么大家还有错误的理解呢 其实如果他们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看一下我们免费的80个体验课 有可能就明白了